字幕志愿者 周婕瑜要對上的是 來自美國的好手Emily 德里 那這場比賽呢 轉目工作是由我楊振磯 以及身旁的球評萬年雄師 張明雄老師 要為大家一起來服務 球評你好 鄭林你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的 這場比賽呢 馬上就要來關心 在組作的部分 今天是第一天的比賽 要來進行的是 第三場比賽的賽事 那在這邊要為大家呢 先透過圖卡來關心一下 目前在這個分組的部分 我們看到在A組呢 這個有周婕瑜 那另外呢 還有來自中國的好手劉莎莎 另外還有美國的好手 就是這場比賽 他的對手Emily 德里 另外呢 來自挪威的好手 這個Helviku也在這組 另外來自日本的 何元千尋呢 是從會外賽打進來 所以在A組的部分呢 有這五位的好手 要來進行角逐 好 現在就請大家 以熱烈的掌聲來歡迎了 首先要為大家介紹 就是來自台灣的好手 Ladies and gentlemen From Taiwan Big Eye Lady大野妹 周婕瑜 好 今年周婕瑜呢 要來尋求的是 衛冕二連霸 至於他這場比賽的對手 Ladies and gentlemen From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Butterfly Effect Emily Dutty Emily Dutty呢 是第一次來參加這個 安利一聚圓盃的比賽 那當然透過這場比賽 所有的觀眾球迷也可以 來了解她的球風 感覺今天Emily 她這個雖然是來自美國 但是她這個打扮色系 有點東方味道 這個特別是她的頭飾 對 3 2 1 左手出竿 好 雙方來進行比球 J-John Winston 應該是我們的大姨妹 取得第一局開球的權力 比球是周婕瑜比較靠心 核心邊 所以在手局可以獲得衝球 Press to 7 Winner Brex J-John Press Brex 去年在2012年 這個安利一卷盃 所有的冠軍後座 是讓大姨妹呢 為台灣的選手 球迷們 把他留了下來 那當然希望今年呢 是能夠保持 去年的這樣一個成績 好 開球爆發力相當好 開球進球 連接球 1號球也是一個非常好的位置 我們這次大會有採取 開球一定要有三顆球以上經過發球線 如果說你進一顆球的話 就變成要至少兩顆球經過發球線 對 並不是說停在發球去 而是只要有經過 經過就可以了 有金過啦 不用逗留沒關係 目的是 目的是就是說 希望不要鳥鳥蟲 對 我們看剛剛開進一顆 開進三顆球 然後吃進一號球 然後桌面上只剩下五顆球 好 很簡單的一個推桿 目前看起來 我們大姨妹的這個手感還不錯 雖然只有兩顆球加上一個開球 但是看起來喔 整個手感加上這個 神情喔 自落 這一局 開球局有機會 取得1比0的領先 角度 剛好 沒有做到很直 他這個拉桿 新的球台步 稍微有點 靠近不過還好 都還在控制的範圍之內 這次比賽的賽制 這次是一組五個人 所以就是打4場的比賽 那預賽部分呢 是 勝者衝球 就是 贏的話你可以繼續衝 但是進入到了這個24強 就是第三天的賽事 還有 這個8強賽 4強賽 甚至到了決賽 都用是這個輪流開球 這是四局車上面 這如果來到現場的球 你可以來鎖取 上面 注意 那當然搶的局數不一樣喔 8強跟4強呢 是搶9局 另外 決賽的部分呢 是搶11局 所以局數也會有一些些的變動 所以請大家呢 要注意在比賽當中 觀看比賽的時候 要注意 好球 9號球 順利的打進 現在第一局的比賽是由周潔瑜拿下 目前1比0領先 歡迎回到2013年安利支援盃的賽事 目前在主桌進行的比賽是今天安排的第三場 由台灣的好手大眼妹周潔瑜 對上來自美國的 Emily Duddy 在第一局呢順利的 衝球 直接掃台 Clean Table之後 來進入到第二局的比賽 這球有點危險 他這個球 2號球打太薄了 我們看母球往這個帶口去 還好 力量不大 因為他剛剛原來設定的位置是在他左手 停的這個位置 希望能夠靠近 靠近這個4號球 有機會是打一個借球 或者是打一個防守 那現在母球距離4號球有點遠了 那剛剛最主要是剛剛這個周潔瑜 2號球打太薄了 這個自己要衡量一下 是不是打4 5球去撞 5號有機會 5號球進 還是說4號球去接7號 裁判已經 10秒 再一個延長 剛剛打2號的時候 再翻也是10秒 所以他快去出竿 那這次呢 延長用下去 那可能剛剛就是2號出竿太快了 打太薄了 對 所以這上面有一點問題 來看這個4號球 打4號球 漂亮 但是來說 觀眾的掌聲 只掌聲3分 對 就啪 就聽起來了 因為 也看得出來 現在跟下一顆5號球 對 打不到 因為前面的1秒鐘 看到進球拍手 後面 第2秒 第3秒發現 好像是沒有槍子 對 幸好也沒有掉球 因為他力量放得輕 這只能做防守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防守要利用7號球 沒有問題 唉唷 我多走了 有跑出來嗎 這個球就算沒掉到的話 就算掉到的話 解球還不難 那跑出來 不管怎麼樣 對Emily來講 他沒有力多 因為也不好打 新的球態步 兩位選手在適應力上 可能就要自己 要盡快的拿捏精準 沒有掉到可以打一個保球 輕輕的打 力量 我們剛剛已經有提醒他們兩位了 這個力量的掌控很重要 Emily這個球的失誤在兩個地方 第一個他打太厚了 第二個他力量太大了 導致又放了一個chance 所以剛剛周婕宇的失誤 並沒有造成很大的困擾 取得擊球拳 好 再一個保球 簡單一顆心 下瓶乾 放輕鬆的一個乾法 非常柔 抓一個擦滿得分 偷一點角度 讓母球不要跑太遠 接球球打進 做到8號 同一個代 同一個代 放輕功 第一天前面幾場的這個比賽 這在選手的力量上面來講 都要非常輕柔 交球順利的打進 在第二局的比賽 當然對手有上來出竿 但是結果不理想 所以周婕宇的部分呢 個人連下兩局 目前呢 失去的2比0的領先 周婕宇呢 今年呢 是不但要挑戰連霸 同時也是他在安利盃的 這個第三座的後冠 曾經呢 在2009年 那個時候呢 就拿下 安利益世界女子花獅 撞球公開賽的冠軍 那去年呢 也是安利益軍人盃 打到最後決賽 對上呢 是奧地利的好手 Jasmine Ocean 最後呢 周婕宇呢 也是擊敗的對手 拿下了個人第二次 在這項賽事的後冠 在另外一邊 我們就是在台北體育館 來進行比賽 主桌 安排得非常的豪華 另外一邊呢 同時有6個部桌 在進行比賽 下面有跑馬 所以也可以大家 來關心一下 這個 在預賽的部分 都是搶7啦 所以你看到哪一位選手 已經拿7 包括看到這個Linda Holy 是7比6 擊敗Karen Cole 這有兩場小爆了 Linda Holy 贏Karen Cole 這算是大爆了 對 然後另外一個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 彈赫雲 輸給LOS 這也是有點 有點爆了門 那黃孟俠剛剛打得非常好 贏了對手 那黃孟俠是 會外賽打進來 沒錯 他下南部去跟 去跟這個 去南部啊 去學球啊 回來台北之後 哇 精進很多 是 第一位 Q1打進入訓練賽 跟張宇龍 浴面戰神 下去半年 這個 等於是 學得還不錯 港湖舞秀花臉型的味道 我們希望可以多一位 我們的女子戰將 是 這次總共有八位的選手 從戶外賽打進來 等一下再跟大家報告 先來看到場上 終結於 第三局的衝球 一號球是有機會進 不過母球在二號球邊上 出竿要注意 再來這個打進一號球 二號球 沒辦法進攻 所以他做一個防守 簡單的一個safe 簡單safe球 沒有掉到啦 但是也沒辦法進攻 到底將比賽第二次的出竿 Emily今年是二十九歲 這次從美國飛過來參加比賽 看這個一號球 簡單的碰了一下 五球再回去 這個球 看起來像 好像是 沒有處理好的一個狀況 留下一個洞口的chance 給了Emily Emily這個一號球 打進是絕對沒有問題 重點在二號球 我們可以看到二號球 旁邊有四號跟八號 這個球你首先不能做到二號球 這二號球要繼續進攻的 難度有點高 我們剛剛講說不能抓到支掉 唉唷 他這個路線有點危險 還好 那這種情況我們來看一下 打二八碰不允許 這個角度已經被遮住 打二 母球抓八號有點冒險 我們來看一下Emily 他這個球是要打二母球抓八號 我覺得他是太冒險了 的確是比較冒險的打法 那八號球也沒有打進 二號球 在一個中場距離 給了周潔宇 那剛剛這個打二接八八號沒慶 八號球我們看到畫面上 三角框附近來到了九號球 那這個八號球 待會兒如果說進攻的話 他可以選擇帶口就比較小了 只剩下右邊 右上角的地帶 那先看我們打野妹 二號球選擇進攻還是放手 看起來好像要打底帶 準 這球除了準以外 最主要我們看母球往前 盾推 大概走了兩顆球的距離 表示周潔的手感還不錯 是 因為像這種打進 這種母球往前盾推走兩步 這種感法要穩定性相當高 而且你的手的腕的這個柔軟度要很好 才有辦法發揮出來 是 好 我們剛剛講如果要進攻的話 待會兒要注意八號球 現在周潔宇應該就在考慮了 這八號球好像兩邊的底帶都沒辦法 好 打進 那我們剛剛有提到這個八號球 第一選擇是右上角底帶 所以周潔宇這二分法做出來 然後打進左邊六號球中帶之後 母球走一個兩顆心 現在只是說這個情況是怎麼樣 就是說這個六號球角度稍微打了一點點 所以他這兩顆心要做底帶 如果說不好做的話 他可以做中帶 萬一做不好也可以做中帶 可以做防守 他要帶開嗎 這個是 我不瞭解情況 對 因為坐到這邊沒辦法進攻 對 因為這樣子打八戒九 八號球是被九號球給擋住了 所以八號球 首先八號球不會進 那你現在打八戒九 有這個角度嗎 有 但是剛剛如果說做輕一點的話 這個八號球可以做底帶或中帶 或者是安全 掉球都很好的處理 打來這裡我是覺得有點冒險 進攻會冒險 進攻會冒險 那如果這個球要進攻的話 我們看這個球可能要下左賽 要下左賽 要下左賽 延長 沒有把握的話 沒有把握的話 我看防守 打八戒九 不錯 好球 他還是可以打進的 這個大眼淚就是厲害了 這個打八戒九成功 在第三局的比賽 再拿下3比0領先MV到底 阿林鑽杯傳簡訊呢 就可以抽好禮了 請大家來這個回答 到底誰是冠名的贊助者 那記得簡訊傳到的是55123 要把VL打上去 再加上正確答案 就有機會獲得進水器 或者是冠軍的前名球 繼續來關心主桌的比賽 周潔瑜對上美國的選手 Emily 目前是第四局了 3比0 周潔瑜呢 在前面三局打完局的領先 同樣是在第四局 要衝球稀有球進 現在處理到的是二號球 也是可以繼續的來進攻 好 空心 沒問題 五球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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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到了 沒打好 稍微這個往右跑太多了 嗯 好 截到了很薄的3號球 還差點捷徑 有在洞口 失誤一次 這球型有點可惜了 剛剛3號球如果做得不錯 是有機會clean table 那留下一個 看起來喔 在前面三局 這個Emily都沒有比較好的機會進攻 那這次有 算是可以好的一個機會啦 我們看Emily她能不能在 在安利盃她個人第一場比賽 能夠有好的發揮 好 出竿的 運竿的方式 有點少人輸贏 急躁型的 也不能講急躁型 就是她的個性比較灑脫 Emily經營個人的一個網站 臉書是非常的 算是非常的受歡迎 她在美國的知名度相當高 因為她 她人也非常 這個活潑開朗 那當然我們國內的觀眾 對她應該 比較陌生啦 那不妨大家可以打她的名字 然後可以去搜尋 個人網站就在那裡 對 好 走路的速度相當快 大學是念名校 這個加州大學 Santa Cruz 是校區 所以是高材生 厲害 這個我們沒有人 所以無辜人在 美國的加州大學 算是不錯的學校 對 至少耳熟人詳 對 或者是那個 譬如說 當然你說什麼哈佛 這個 史丹佛 有佛自備的 大家都知道 我知道好像還有那個什麼 還有那個 有個什麼 杜 杜克 杜克大學是籃球很有名 對 好像他們 排名也算滿前面 也不錯 對 嘗試灌球 太積極了 這個球 好拚啊 他剛剛這個 六號球做得非常不理想 結果他這個六號球 沒有辦法選擇 中帶 角度太大 底帶被八號球給擋住 結果他選擇 直接灌底帶 這個球 你要進攻 當然也OK啦 只是他這個球 爪太短 好 那現在留下一個大角度的保球 那我們看大眼如果說要打一個保球 母球可能要跑很遠 他選擇防守 因為那個保球要非常的保 那你母球可能不受控制 他乾脆做一個防守 這防守防得很漂亮 現在不但是距離放遠 而且中間還有一個障礙球 好 Emily 他如果選擇解左邊的話 是有機會解帶進 那 好 他選擇要解左邊 這個球如果說 一顆星直接勾進也有機會 或兩顆星 一顆星直接打進 或者兩顆星直接勾進 都有機會 好 選擇解左邊 這個球他要算一下 他要注意喔 新的球台布 先喊個延長比較安全 好 這一定要解中帶前面 他如果過中帶這個球危險 他會怎麼去抓過中帶 這個球他是抓過中帶 然後下低該 那你要這種解法 其實是有他的危險性在 應該是要在中帶前面 放輕柔的自然桿法 那你過中帶的話 一般來講的話 太長 第一顆星太長 第二顆星就太短了 所以他是在六號球前面散過 嚴重的一個失誤判斷 解沒有解到 那就形成了一個犯規 最後球的機會 給了周婕瑜 台面上只剩下三顆而已 這第四局的比賽 看起來又要輕鬆的拿下 九號球順利的打進 以待 這第四局的比賽 又是由周婕瑜搶下 目前已經是取得 4比0的領先了 在預賽的部分 搶7 所以周婕瑜已經取得 過半的局數 差三局 就可以在分組的預賽 搶下一勝 那當然這次的比賽 在台北的體育館 除了在主桌的部分之外 另外同時有六個副桌 在進行賽事 從畫面上這邊也可以看到 我們看到現在林援軍 4比3領先對手 另外合分宣詢落後是Helvick 之後跟挪威的選手 莫妮卡Web 4比4跟林曉綺打成領手 吳子堤也是從後外賽 打進來的小將 跟Jorvick 4比4的比手 傅曉芳 這次來自大陸 當然也是 這個有四大美女 來參加 包括傅曉芳、劉莎莎 潘曉婷 還有陳思敏 這次有四位來自中國的好手 就一開始接受邀請 那當然還有會外賽打進來的 包括周痘痘 壁竹琴 都是從會外賽打進來的選手 中國還有一個韓語 後外賽總共八名 三位來自中國的 另外我們台灣的有四位 詹雅婷、洪夢霞、林曉綺還有吳子婷 那這個加起來七位 最後一位就是來自日本的合員了 合員謝謝 而且這不簡單 但在第一天 我們這個八位是打三天 第一天、第二天都取兩位 第四天取四 第三天取四位 那沒有想到我們這個洪夢霞 跟我們婷婷 詹雅婷的 在第一天 這個八的投球 八的選手 就取得為二的會內賽權力 沒錯 第一天一般來講都比較難打 因為第一天所有人都在 對 一定是最難打 結果沒想到我們的兩位台灣女將 最後是脫穎而出 相當不簡單 那第三天 這個我們的小將吳子婷 最後打得很精彩 現場看了真的是很緊張刺激 最後也取得這個婚內賽的資格 當場也激動掉下來 往一些前輩安慰他 他自己也很激動 那一則喜 那喜極而喜 當然還有一個就是吳子婷的父親 他對我們新北市的 新埔國中 還有新北市的 我們的一些 裝球推廣不遺餘力 那他父親 這個在幾個月前不行 因兵過世 所以他難免會想到父親對他的栽培 希望我們子婷能夠在這次的比賽有好表現 不過回到場上來關心一下 這個二號球 結果周治宇呢 出現失誤 二號球沒有打進 留下了一個chance給了對手 Emily到底 不過這個四號球也挺麻煩的 不過這個四號球也挺麻煩的 加乾淨 嗯哼 達迪最有機會的 就是在第三局 比較 我們所謂的CD的情況之下 有機會cleaning table 結果他自己沒處理好 那這一局我們看起來也是挺麻煩的 四五七 選擇簡單拉桿回來 這四號球 應該是要做防守 這在進攻 我是覺得有點勉強 這球又攻 也很難 對 他這個球可以下低桿小拉 五球躲在七號後面 這個拉桿的力道在哪裡非常好 好球 五號球要小心喔 這個角度出去應該是不會進五號 這進五號就麻煩了 哈哈哈哈 自己要來打四號球 這個防守做得很漂亮 這個防守做得很漂亮 現在周潔瑜要來解四號 這個球如果要解左邊短顆星的話 這個角度要注意喔 不好抓 這球 建議可以解兩顆星 往下方解 10秒 決定解一顆星 注意喔 這球不好抓 好 解到監禮整顆 有 沒有機會四五碰 沒有 留下一個保球 沒有犯規 解到四號 不過現在四號就在洞口 五號有沒有擋到 Emily過來看一下 周潔瑜目標2.8 這樣比賽目前是4比0領先 周潔瑜還是 目前啦 目前他的第一把球 我們看這個球太大意了 他這個球如果要打四界五可以 但是目前要下拉桿 要拉桿的效果 他這個球沒有拉 就直接的這種所謂的低桿 我們看 他只有靠一點右塞 但是這種球你一定要拉桿 如果說他有拉桿的效果的話 這個球打進五球去進四號球之後 他會有往後退 就是不會跟著攜帶 他自己可能也一時懊惱 就是說剛剛也太大意了 那我們看Emily他的出桿是非常明快 而且球季角度感也不算差 那今天到目前為止表現 並不是你想包括剛剛的桿法 都沒有判斷得很精準 這有時候是第一次 上我們的Emily TV桌 有時候腦袋會空白 對 多少都會有一點點緊張 說不定不是一點點 說不定是很多 很多 很多就會被影響 9號球最後是由周潔瑜再拿下 連下五局 現在是5比0領先 來自美國的Emily Duddy 周潔瑜對上Emily Duddy的比賽 目前是5比0 只有大眼妹戰時5G的領先 周潔瑜在2009年還有2012年 也就是去年兩度的拿下了冠軍 今年是要來挑戰個人第三次在這場賽事 拿下後冠 歷史上面曾經三度拿下比賽事的球員 其實現在最多的當然還是這個毀滅 女公爵 對 Alison Fisher 五次的冠軍 當然現在這個紀錄要打破 的確是蠻困難的 另外 最多到目前為止 就是兩次的金嘉義還有周潔瑜 這兩個人都曾經兩次在這場賽事拿下過第一名 對 所以對周潔瑜來講是相當不簡單 最主要是 我們大家都知道 越靠近新的年代的冠軍是越難拿 對 沒錯 因為這個大陸選手的崛起 還有包括 歐洲有一些 你看起來名不見經傳的一些青年的選手 或甚至青少年選手 他們現在球技是相當了得 像第一場對那個 我們的小惠星賴慧珊 那位俄羅斯的 好手 對 第一次來打我們安利北你看 那個球鋒也是非常明快 現在在歐洲我們的 Sophie的秘書長陳小姐 包括我們一些教練 帶隊去參加他們的 這所謂一些青少年比賽 都發現到 這個 比如說 俄羅斯方面的 或是 波蘭 一些東歐 北歐國家一些 尤其東歐 非常 最近這幾年非常興起 我們的花式壯球運動 他們青少年打得非常非常的好 男女都打得非常好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每年的安利北 可以說 越來越精彩 高手越來越多 是 好我們要場上來看一下 第六局的比賽 目前是周潔瑜的出竿 好做一個防守 這個母球沒有控制好 可能形成一個長距離的 chance 或者是一個打世界九的一個角度 看周潔瑜可不可以在安利益智圓盃 來 再度衛冕 那就是史上 這個 第一位有三個啦 僅次於Alison Fisher 那當然我們 台灣有很多Alison Fisher的球迷 他們當然也期待Alison Fisher 可以拿到 第六座 我真的是超級好朋友 從一開始都有參加 一直到現在 Fisher 只要有這個 國內 舉辦這個安利卷盟就參加 這個球他選擇打四九碰 打四九碰的目的 當然是希望能夠打帶跑 不過實際上我覺得這個角度 四九碰你四號球要打得非常非常的薄 他剛剛 其實可以考慮一石二鳥 四號球打薄球有機會進底袋 然後 有可能 一石二鳥 有可能是進四號 或 四號沒進 進九號 所以他打這個四九碰 我是認為比較 不聰明的一個做法 好 這個球打進 應該難度不高 以他現在狀況 只是回去的時候 閃得非常漂亮 這個球你也不能閃右邊 只能閃左邊 做五八碰 打五戒八的話 五號球不太好 繼續做進攻 看起來後竿抬高 可能要做一個防守 好 繼續再做防守 然後母球頓推 這一次就打得非常漂亮 看起來應該是有掉球了 沒錯 成功的掉球 成功的掉球 五號球 因為短竿跳球有機會跳進 再者 就是他今天的顆星抓太長 你看這顆球也是跟之前 解 第四局解六號球一樣 他這就抓太長 他想法 稍微 我認為不夠積極 這種是可以跳球有機會進來 現在大幅度的落後 還是用柯英解球 今天已經是有兩次這樣的解球出現犯規 兩位的實力當然 大姨妹是優於Emily好一些 但是Emily她如果說抱得必輸的決心的話 那你分數 局數還是要想辦法 對 因為到後來搞不好會比這個 對 因為到時候大家勝場一樣就得局數 先比得局數 得局數如果不夠的話 可能到時候就沒辦法晉級了 Emily在這一組當然 他只要表現好都是誰都有機會晉級了 只是我們周潔瑜是超級強棒 所以他 萬一輸給周潔瑜也不會意外 9號球順利的拿賽 在第六局的比賽 又靠著對方解球的犯規 周潔瑜聽牌了6比0 在台北體育館進行的安利一支援 北施電女子花石撞球公開賽 今年已經要進入到 就第16個年頭了 周潔瑜目前是6比0的領先 這項賽事呢 從1998年開始舉辦 直到今年2013年 已經第16年了 對 中間只有2003年的時候 那時候因為SARS所以停辦了一年 對 不過那一次的賽前記者會 見面會還有辦 還是有辦 對 但是後來因為 確實那時候的 就是說 大家還是緊張 那就乾脆 就順意當時的一個 潮流 所以 安利一支援北 安利公司對我們的女子撞球 甚至於我們包括一些 種子計畫 推廣了十幾年 真的是 我們台灣的撞球能夠 有這麼蓬勃發展 他們真的是 絕對是 功不可沒 那當然還有 國內體育台 對我們撞球 國內體育 撞球的一個支持 也是我們撞球總會 還有包括我們愛撞球的人 不管是選手也好 裁判也好 或是觀眾 大家都是非常的 感謝 這個解球 簡單的解球 這個解球就沒有角度說 太短太長的問題 不過剛剛他兩次嚴重的一個失誤 尤其上一局的這個 五號球 我 我一致認為 還是應該可以 考慮跳球 還可以打得到 那如果說你要進攻的話 可能後竿要稍微抬高 走回去 或許剛剛看到的部位 他只能打底帶 又怕母球攜帶的問題 乾脆後竿 乾脆拿短竿 可能要選擇進攻中帶 我們這場裁判 曹長德 從0比0開始 這個在 執法的時候 講英文都非常標準 執法的部分 好 我們看一下 這球跳過 打得不夠薄 形成了一個長距離的機會 給了Emily 曹長德是我們的這場比賽裁判 同時也是電腦工程師 所以我們這個裁判 是來自各行各業 我們還有英文老師 英文是教授 那我應該要多跟英文老師接觸 不然我們的英文實在是很好笑 那這場上德 我要跟他多接觸 因為我們的電腦也不好 我看這些裁判我應該都跟我們想出來 我才能夠有機會 增廣一些角色 這個球打得非常有水準 長距離母球盾拉往後退 兩顆球左右的一個距離 做到了三號球 那兩個方式 一個放輕功 一個是橫台兩顆星 下右賽選擇橫台兩顆星 他這一個球 他的擄軟度不夠 然後再來他這個母球的點 不夠靠近 右上方 所以他這個回來的時候 比較靠近這個中帶口 導致於回來的角度 不理想 那這時候 要做防守比較好 這球型防守是比較 好 他要躲六號 其實Emily的概念不差 他的概念不算差 我覺得他今天打到現在0比6 有好幾次的失誤 都是因為第一次上 我個人判斷是第一次上電視 真的是緊張 好 坐這魚現在要來解4號 解到不錯 力量怎麼樣 沒有掉到 不過是順利的解到 這球可以考慮做防守 這進攻難度有點高 灌球不好灌 保球又太冒險 母球可以控制在 敲9號 好球 但是敲得不夠緊張 其實你看他的觀念不錯 他這個球去敲9號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利用9號球停住 然後再來如果說 待會兒有機會進攻的時候 他自己這個5號球比較好解決 所以他的觀念還不差 但是就是細膩度 或者是在一些 判斷上有時候會急遭了一點 好 做一個防守 打太薄 有沒有Lucky的Safe 這樣他如果說 稍微抓厚一點的話 母球會往右邊多移一點的話 這個可以利用6號球 形成一個不錯的掉球 那現在這種情況 不曉得有沒有掉到 應該是可以直接打 對 可以直接打 可以打到右邊嗎 再輕輕的保球 回來 利用 6號或8號 這角度還看不出來有沒有掉到 應該是沒掉到 那只是差別可不可以保近 我們看到畫面上上方那個抵帶 或者是打帶跑 灌球 右上方抵帶 好 都不行 他選擇只能打右邊 做一個防守 利用8號球 漂亮 現在對大眼妹來講 6比0 心情一定是很輕鬆 有掉到 解球方式沒有解禁 應該也是形成了一個掉球 現場剛剛有聽到一個人掌聲 可能是給Emily加油 解球下足賽 然後解到稍微薄一點 然後劃開僵局 留下一個 搶死球給Emily Emily要把握了 這邊把補漆給帶開來了 所以現在沒有任何的CD球 可以放輕功 先固定再說 自己控制力道 5號球 他這球 他這球是要放 力量比較大 但是這個球如果說 要繞三顆星做底帶 力量也稍嫌輕 當然他這球也打後 那我剛剛建議說 放輕功的意思在這裡 假如他放輕功的話 這個球沒打進的話 母球至少還可以用武器 來做一個 掉球 那你打用力的話 母球繞出來 沒有進的話 就形成像這種情況 也沒有掉到 所以Emily 這個球 打得有點快 當然不準是最主要的問題 好 打一個8號球 這個球 碰到整顆的8號球 並不是要進攻 是想要利用8號球 來做4號球 停球 母球控制 兩顆星要做掉球 沒有掉到 好 這也是考驗一下準度了 Emily要想辦法來 把鴨蛋擊破 現在還是0比6的落後 左手出桿的好手 她的綽號叫做 蝴蝶效應 很有趣的一個綽號 Butterfly effect 蝴蝶效應 我記得好像 有一部電影 對 就是這個名字 沒錯 就是電影 我記得是說什麼地方 有一個蝴蝶多拍了一下 會造成海嘯 是不是 對 這種微小的變化 所以她現在摸一下頭髮 9號球就進了 那我剛剛不曉得 你早上起來打噴嚏 不曉得 會不會影響到今天的戰群 如果說 哪個地方地震 不能怪我 不過這大自然的奧妙 真的是 有時候 變幻莫測 那她的意思當然是希望自己能夠 產生 這個蝴蝶效應 能夠產生 就是說 對女子狀態 產生一個震撼 沒錯 對自己的期許 這球頓竿的竿法是打得不錯 但是力量少顯輕了一點 有點小尷尬 怎麼說呢 她如果說要推竿的話 7號球右下角 那你推竿的竿法 你是要判斷這個角度 會不會閃過另外一邊的地帶 那如果說你下低竿拉 那又一個中帶的問題 或者是不要過中帶 只要好駕竿 中長距離8號球就好了 她選擇就是我們剛剛講的最後一個方法 就是只要好駕竿 然後中長距離 8號球在洞口 拼一個8號球準度 母球不要洗帶就好了 還是很謹慎 先看一下9號球 點一下走的路線 其實她打球的風格跟節奏相當的不錯 她的脖子上面應該是有一個刺青 然後是蝴蝶 哎呀 蝴蝶效應 這個效應不太好 這個8號球發生了失誤 其實我這樣看 她這個服裝她在搭起來那個上衣的感覺 又有像蝴蝶的味道 她那紅色的衣袖 我覺得她的髮型有點像那個 電動玩具裡面那個春麗 髮型有點像 不過現在 周婕宇 搞不好會 把對方 客彈 吃鴨蛋 在8號球 到底當然是比較可惜的 其實是有機會 來搶下個人的首局 不過8號球出現了失誤 這場比賽的GAMBO 還是進了 周婕宇是拿下了第七局的比賽 這場比賽是直接把對手給完封7比0 周婕宇搶下預賽的一勝 這場比賽 還好 這場比賽 還好 這場比賽 還好